黃世民的原創家具 不只多出兩倍的收納量 還可以根據需求 變化外觀形狀 這變形金剛的超強功能 結合CUSO臉書行銷 讓品牌推出不到三年 就創造8000萬年營收 商業設計系出身的他 並沒有家具製作背景 大二那年大膽創業 卻因為沒有量產經驗 出貨品質不佳收到了大量客速 為了挽救品牌 他修學四處拜訪供應商 供貨才逐漸穩定 如今不只開放線下店面 還跟其他品牌 聯名推出了居家用品 我們家的家具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我們都是原創的台灣設計 那畢竟它會主打一些變形的功能 那這個是在台灣市場上 甚至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都看不到的 那像這一款鞋子好朋友 它就是一款 它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決定說它是要像剛剛這樣子 一個關閉式的鞋櫃 或是把門片推進去 變成一個開放式的鞋櫃 鞋架的設計呢 它是一個Z字型的旋轉鞋架設計 同樣的空間大小裡面 鞋子好朋友的收納量 是比穿透的鞋櫃 還要多1.5到2倍多的 收盒延展 伸縮自如 衣櫃鞋櫃宛如變形金剛 黃世民的原創家具 曾以超強大功能 創下一小時賣破百萬的銷售家機 台灣人會去購買設計 就是來自外國的 來自以他這些設計 我是很希望說在台灣這邊 也可以有一個屬於台灣自己的品牌 然後是台灣製 然後在台灣原創設計 原創開發 大學念商設計時 就夢想有自己的作品 於是當朋友還在摸索人生方向 19歲的他選擇修學創業 在網路上推出家具品牌 用市場上看不到的設計 結合KUSO 臉書行銷 短短三年就創造8000萬年營收 自拍影片宣傳新品 朋友家人都拉來當靈演 不走精緻化路線經營品牌 而是從自己的生活出發 分享裸裸沸沸沸的設計日常 希望這個品牌它是一個 冷冰冰的感覺 我希望它對我們的消費者來說 它是一個人 它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會留一大堆草稿 也是沒有用的東西 就留下來 親自撰寫每一篇臉書貼文 搞笑回覆留言 拍商品活動照 角色扮演樣樣來 甚至在交到女友後 還祭出脫魯優惠 各種神操作 讓粉專狂吸26萬追蹤 而粉絲的意見回饋 也成了它的靈感來源 像它的延伸的側板設計 然後一次它可以 再張開它的桌子 變成一個大餐桌 然後像這樣子一個多功能的 變形塔基 也是我們當時在開發的時候 去收集許多多 我們客人提供的建議 然後將我們每一位消費者 許願的 希望有的功能設計 都融入在裡面 一般家具的重要 它是用釘子 釘石的 我們這個是組合性的 所以之後如果有什麼 任何損害的部分 都可以用拆卸的方式 把它給更換掉 客廳好朋友 就是在我們2018年的時候 一推出 在一個月內就賣掉 2000多組的一款 很熱銷的變形茶几 然後像現在的話 我們每個月 即便已經過了 最熱銷預購期 但每個月的 銷量平均都還是有 大概50到70V左右 因為設計細節多 組裝過程比一般家具來得繁瑣 像是這款熱銷的客廳茶几 得由三位師傅合力上陣 才能加速生產流程 除了要邊做邊測試 收合華深度 原料也很講究 這個去自有要把那個 旁邊的液膠給除掉 這樣子旁邊摸起來 才不會有事實的 會用到符合歐洲環保 最高標準的 一萬級的板材 然後以及它的貼皮 也會是去使用到那種 耐磨係數非常高的 美耐銘板 由於許多設計 是前所未見 要找到配合的供應商 也得經過一番考驗 回想創業初期 一氣管家具 在網路上取得 三百萬的募資成果 卻因為跟工廠端溝通不良 導致出貨品質不佳 收到大量客訴 這也讓黃世民 不得不做出關鍵抉擇 對當時自己來說 是一個努力了一年 好不容易慢慢實現的 一個夢想 它好像稍微有點起色 只是因為一些失誤 跟不小心跌倒的挫折 然後導致 它好像快要變成一個 毀滅的狀態 會覺得有一點餘心不忍 然後也不想要說 就這樣子結束 所以我當時就寧可 先暫停我的學業 然後去好好專心顧好 生產跟募資收好的 這些事情 於是他在畢業前夕 選擇休學 四處拜訪供貨廠商 花了不少心力 才終於找到 理念相合的夥伴 做出來一點 加深 才可以做這個邪角度 被年輕人的創意 毅力感動 戴政鴻 黃文炯 兩位加工廠老闆 不僅在當時給予大力支持 合作多年來 從打樣到組裝 都一手包辦 你已經要試嘛 這個東西要看嘛 看一看 弄一弄 再怎麼加 再怎麼剪 這是一個很大的懸貸 對 就是說 即便我們有辦法去設計出一些 比較特殊的家具 那我們也需要有相對意 具備一定足夠經驗的工程 上去做支持 透過這樣子一個 傳統和新創之間的結合 我們才有辦法去實現 這樣很多比較特殊 目前注意過的設計 你們怎麼是使用 你們之間的工程 沒有 爺孫 爺孫會太大 沒有啦 爺孫 三人的好感情 是一連幾個年節 趕工稅工廠熬出來的 而黃世銘的創新設計 也讓業界老前輩屢屢驚豔 怎麼會願意 跟這位小朋友合作 不是啊 他的創意很好 他的創意很好 而且他很會賣 我們這個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弄的 我們只會做 但是我們不會賣 然後他的賣 對這個賣 這個很有 賣點很有刷子 賣點很有創意的 但要把創意實現可不簡單 每一片板材 長寬都要精算 結合的五金也得獨立開發 每推出一項新品 光是測試就得耗時 一年半載 辦公室旁的小廠房 就是他的實驗室 像這一張 與客廳好朋友搭配的小椅子 它裡面這個椅子的升降五金 那就是我們當時 自己在打樣跟測試的時候 不斷去摸索出來 然後去開發出這樣子一個款式 這個孔位 我們裡面就是裝關穿螺絲 然後螺絲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對鎖的方式下去固定 黃世銘的團隊 平均年齡只有30歲 在業界相對年輕 但為了扛起品牌 每個人都訓練得18般武藝 像是原本擔任美編的薛玉玲 現在也身兼木工 和產品經理的角色 過去的老闆會比較 沒那麼帥 他的思維會比較固執一點 然後顏值不廢又差 真的真的 進來就說老闆很帥 怎麼有這麼帥的老闆 直接錄取 沒有老闆的威嚴 而是像朋友一樣輕鬆相處 今年不過26歲的黃世銘 能夠管理好團隊 是因為一次財務危機 讓他意識到 當老闆本身也是重要課題 早期自己只懂設計跟行銷 所以說對於財務這一塊 是沒有任何概念的 自己發現到 有這樣子一個 比較算是財務 在那邊糾紛的狀況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已經產生了 八位數的一個資金缺口 才要自己去意識到說 其實在財務這一塊 或者是公司的營運管理這一塊 自己都需要有更多學習 這邊這一款的話 是我們的鞋子老朋友大 跟鞋子老朋友小 然後這兩款相互搭配組 它就可以組合出自己 最符合個人需求的一個鞋櫃 除了積極拓展各項技能 近幾年品牌也積極 從網路轉戰線下 在北中南開啟實體店面 還進一步跟其他品牌聯名 推出智能延長線等全新商品 即便我們是用 透過聯名開發的方式 去推出一些新的商品 我們也會是去找一些 它確實是具備很獨一無二的功能 然後在市場上它是很少見 或者是幾乎沒有的 這樣子一個居家的用品 把品牌當作自己的投射 黃世銘笑說 這一路就是從狠魯到脫魯的過程 但不論身分怎麼改變 設計的靈魂始終如一 懶男包的話就是說 我希望在這個比較傳統 跟料無生氣的居家市場裡面 可以注入一些年輕人的活力 還有年輕人的創意 然後讓這個居家的市場 變得比較有趣一些 然後並不是那麼傳統的 冰冰的家居的感覺